接下來要登場的是中華大學 中華大學已經是stand by 中華大學評價很高喔 來勢洶洶 因為掛在上面會擋到後面的視線啦 那還是得掛 這就必須要說啦 在中華大學的這邊加油團 非常用心還顧及到場面的觀眾 來了 來了 那其實也要提到在口號的部分 也許有的時候你會聽到觀眾也跟著一起喊 但其實他們不一定是中華大學的學生 或者是參觀的學長景 有的時候是旁邊其他參賽的隊伍 他可能是你的對手 但是互相加油沒錯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他們的節奏是慢於輕熙雨 這個很重要喔 當你喊得越清晰 周圍的觀眾能跟上的節奏就會越容易跟 所以口號也是要緊接有力 不能太複雜 是 沒錯 我非常喜歡中華大學的前排 有一個前排拿大聲攻的選手 有一個拽棋 而且他們教練很棒 把所有能夠安排到就全排了 好厲害 在前排就是要有一定的信心 沒錯 好可憐 哇 360扣子延伸 很好 而且很穩定喔 來到1 on Liberty 側翻上 Hand hand 上延伸 穩住 有 來到中間延伸 中間可惜 原力翻騰 現在內轉後手後空 外轉前空 還有來到後手後空 好 360轉體 轉線力非常的好喔 秀感十足喔 在選手 好360上 1 on 1 緊接的上來到 不一樣的上法 上到1 1 1 其實這個轉接過程要安排得很好 才可以做得很順 側翻上跨座 這邊要想辦法穩定度 是沒錯 哇 加油 差一點點 這樣就不算是有完成到上層 對 這個分數的話就會有一點點的落差 對 X2還有360轉體 好 派個專體 好 派個專體 好 這個金字塔非常的好 欸 差一點點 回旋上1 裝潛式221的部分 最後的連接 很穩定 最後很穩定 對 最後很穩定 在中段其實金字塔的 失誤率比較高一點 對 但是在最後還是展現得非常的好 所以感覺 至少有一個Happy Ending 而且在中華大學這邊 我看得出來 每名選手都很有個人特色 其實中華選手他們的 訓練時間非常的長 據我了解他們